刚刚看到了日本的官员是密切的关注这项的消息 但相对的中国外交部在今天的回应却是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可以透露 不过这个时候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南极猎岛到底是在哪里 我们来看看地图分析 在这个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很清楚 南极猎岛是由52个大小的岛屿来构成 它是中国距离钓鱼岛最近的陆地 而这个猎岛的位置你仔细看 它距离钓鱼岛西北大边是300公里处 在画面上你也看到了距离台湾岛 这个目测的距离大概是150公里 而区域的总面积是200平方公里 陆域的面积是11.3平方公里 看到了这个图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 你从来没去过你没有任何的情感在里头 你不了解他的站立位置 但是今天的三位嘉宾当中上海的志荣兄 曾经在1985年的时候 您的双脚就踏上去了 1985年的时候您踏上去 当时的中日关系是相当密切良好的 而这个时刻您可以看到 2014年这个时候日本媒体传出了这样的消息 你有何感触 南极地岛是浙江省的昌南县 你好 请说 南极地岛是浙江省的昌南县的辖区 我曾经85年的时候陪着我们书记上过南极地岛 因为我们南极地岛上有一个观察站 那么我们在选的这个地方建军事基地 我想一个战略位置很好 它这个从地理位置上它是一个潜 也就是说东海的岛屿没有比南极地岛更前沿的了 那么由于它潜 所以说它离那个刚才您说的那个台湾 离那个冲小油漆田 离那个钓鱼岛 它是最近的 两岛三百公里 那么刚才说的 钓鱼岛三百公里的话 比冲绳岛 钓鱼岛还要近一百公里 由于它是一个直升机的机场 如果一百公里的话 直升机要飞好长时间 那么所以说它一个是潜 一个是近 所以它出去的时候要快 也就是说前哨阵地 这是一个从地理上讲 第二个就是从那个功能上讲 刚才讲了一个是雷达 那么雷达越往前 那覆盖面越强 第二个它是一个直升机 直升机就是它这个南极地道 离这个温州就要70公里 那么它这个对于直升机 速度的慢的这个飞机的话 那70公里的话 要飞好几十分钟 那么所以说它从功能上讲的话 直升机前出的话也就快 那么还有一个它是 可能不放导弹 或者是就是今后的战斗机 那么总而言之它因为这钱 那么所以它这个速度就快 那么飞机也好 导弹也好 雷达也好 越往前它效果越好 所以它这个从战略位置上 非常重要 南极地道以前是不起眼的 现在成为一个军事基地 那么为今后的这个 东海的这个军事的防御和进攻 应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务不少那样 就是我自己的军事